这里是湖州寺庙山村 清晨的雾区渐渐散去 茂密的竹林之上 就传来悠扬的笛声 这里不仅是美丽乡村 更是独具气质的 艺术乡村 古有藩州误入桃花园 现有乡村树下共筑田园梦 乡村新发现 我们在现场 大家好我是嘉一 今天非常荣幸地来到了湖州 来到了邓老师的家里 老邓先生心怀梦想 在浙江工商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执教20年后 现在依然扎根在乡村 他们在这里创作着各种作品 世外桃源也大致如此吧 你看这里有一片桃源 我们有一个草堂 呈现了我们的作品 有绘画 有音乐 很多艺术家喜欢到这里来相聚了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共同创作 因为邓老师他不仅是一个画家 他是一个很痴迷音乐的发烧听众 他在创作绘画作品的时候 他都是要听传统的民族音乐的 尤其喜欢听的一些作品 因为好多年没见了 有的时候光听我们的录音作品 听起来没有真人版的那么有敏感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这里聚聚 边听音乐边绘画 其实艺术它是想通的 像绘画它是一种视觉艺术 用画面的视觉语言 表达艺术家的类型世界 音乐它是听觉艺术 透过声音传达艺术家的思想 它是相通的 我是通过漫画了 跟乡村文化结合了 组成乡村农产品的文创 像这里有一个妙兮创作的 鹿鱼故事啊 渔村的茶 这就叫做艺术富农 富农这个农产品 创作的题材包括乡村的乡土 乡俗乡愁 这叫乡村文化 麻麻糊糊 平安那福 这个就非常完整了啊 这是受朋友委托 要送他的一封漫画 体现缺家福 两匹马 两只虎 麻麻糊糊 人生老人度如意 万事只求半成心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态度 也是一种境界 我们呢 叫艺术底调乡村 文化引力生活 我觉得是一种精神状态 幸福 健康 向上 阳光 美好的生活 美术馆如同一面镜子 映照着乡村的美好与生机 艺术创作不仅在乡野中 创造了美的氛围 更激发了人们 对乡村生活的热爱与关注 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 乡村的文化底蕴 更深刻地传递着 对自然 生活和人情的感悟 由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灵感